為什麼我們懷疑 蔡英文能夠在 1982年11月被修學 然後12月就通過論文的題目 然後呢 他6月說他寫完 是2011年5月4號 他就當了民進黨的總統參選 神秘五人小組去倫敦訪問 這五個人是誰 蔡英文 你有沒有發現 每一個都升官 在2011年的時候 英國那個倫敦大學的總圖 叫做 Senate House Library 有人企圖想把一本 神秘的論文丟進去 可是呢後來呢 他們那個論文呢 找不到 大概有人發現說 這個有問題啊 我們最好不要幹這種事 2011年了 我們就知道說 蔡英文因為選舉的關係 開始在運作他論文的問題了 今天講到還要跟大家講一個道理 你們一直懷疑說 糟糕什麼鬼啊 證據這麼多 彭文正都講了四年了 賀德芬也講了好久了 林環牆追了那麼久了 怎麼他這個女人呢 一點都沒有羞恥心不下來啊 你知道為什麼 聖經裡面有一句話 The fear of God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OK 敬畏神 智慧的開端 好不好 一個人他如果心裡面沒有敬畏神 他是白癡 他沒有智慧 而且呢他是無恥 就像蔡英文這種 OK 好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人是怎麼的無恥法 我們用年代表來看 我花了一點時間做個年代表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 看到沒有彭真 有有有 好 這個年代表呢 就是我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在美國 不管你讀什麼科學 甚至你寫博士論文 這種的軟體非常的棒 因為我們人的思慮 就是像數字一樣 一個大主軸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參與的論文 那他論文裡面有什麼問題 時間上怎麼樣 我們就分主幹出去 主幹又分幹 然後分支嘛對不對 那他這個軟體就是 根據那個人的思考的方式 他設計的 然後他這個軟體 每一個小格子這個地方呢 你都可以把附件附在上面 那所以你以前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 哎呀很可憐的 你知道我們在40年前的時候 我們是用index卡 三乘五的小卡片 上面挖個兩個洞 綁個繩子 去那個福利社去吃午餐 那時候還拿出來看 然後寫論文的時候 我們收集了一大堆資料 然後要寫這個主題 可能這個index卡有談到 那個有談到 我們還把一疊 像撲克板一樣拿出來錯 然後疊在一起寫一段 然後再放回去再錯 現在不用了 現在有這個軟體寫論文就比較快了 那你說為什麼我們懷疑 蔡英文能夠在1982年11月被修學 然後12月就通過論文的題目 然後呢 他6月說他寫完了 他6個月把論文寫完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只能用3乘5的小卡片 來寫論文 我們排那個都要排多久 寫那個都要寫多久 那個時候沒有電腦 OK 那他能夠這樣子的拿到博士論文 根本就是騙人的 只要在那個時期的人 前後的人都知道說 那個是mission impossible OK 那我們知道你這一次回去 還會回到母校 回到政經學院 那這一次是不是 因為之前前面的兩任總統 在這個當選之前都有回到 都有到這個政經學院做演講 所以那你這一次是不是有 這個所謂的 準元首的這個門票的意味在裡面 我是有計畫要回母校去拜訪 那麼跟學校的有關方面交換意見 而且對國際的所關切的事務 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倒是沒有公開演講的一個計畫 不過呢 我在雅飛學院有一個學術研討會 那麼主要的參加的是學者專家 那我們會對他們提出 對台灣的民主化的進程 提出來一個報告 然後我們會進行演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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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拿去 謝謝 謝謝 你會了解說我們這些讀過書的 OK 難過學位的人 會對這件事情 非常的氣憤 覺得說這種事情怎麼給拿出來講 不可能的事情啊 對不對 我們是追求真理的人 好我們回來看我的圖 我們時間順序上來 你知道蔡英文 或是英國每次發生大事的時候 都是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選舉 蔡英文 許姓良在後面 OK 蔡英文跟許姓良是body body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她的一個姐姐 住在美國嫁給許姓良的好朋友 也姓許的 OK OK 許胚龍吧 OK 那個是台灣一個唱歌的爸爸 那個叫 許姓淳的爸爸 OK 對 然後呢 許姓良每次都幫蔡英文在後面出主意 那許姓良是國民黨訓練出來的 OK 她也是學政治學的一個標準的政客 但是她很聰明 無可否認 蔡世平的舊舊 OK 所以你要了解台灣的歷史 你要了解這些人物的背景 好 每次出事情 都是蔡英文要選舉 那我們記得說2008年的時候阿扁若難 OK 蔡英文出來 那時候姑寬敏先生說 她也想出來救民進黨 她也要選黨主席對不對 好多人都想出來選 結果蔡英文用策略把他們搞掉了 後面有許姓良在幫忙對不對 然後蔡英文說她要拿錢出來救民進黨 民進黨要破產了 那她用詐數選上了總主席 然後她開始跟人家講 人家都不願意 當然這個時候民進黨 若難是我出來救民進黨 話都隨你講的 但是對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來講 我們一聽 有的時候我們不講話 只是說時間不對 或者我們覺得沒有必要講 或者是我們覺得 哎呀就讓她去吧 因為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但是我現在呢 就是讓你們了解一下 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心裡在想什麼 我們認識的是什麼 跟你分享 2011年 2008年 蔡英文當上的黨主席 她一直混到2011年 她想時間到了 我要出來選總統對不對 那那個時候誰跟她競爭 我那天把蘇貞昌黑了 實際上 蘇貞昌是在2011年的時候 跟蔡英文競選 那個總統的提名人 結果那一次 蘇貞昌也給蔡英文搞了 你們都不記得吧 蘇貞昌來不及去付那個什麼 擔保金有沒有 對 只有蔡英文家裡有錢 她付了擔保金 所以她選上了這個 她當為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 OK 那個是2011年5月4號 她就當了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 好了 陳彭P常常講的 神秘五人小組去倫敦訪問 OK LSE訪問 然後去找了Gideon 前校長 還有找了葛達費兒子的指導教授 那個賣學位的那個 David Hill 對不對 好 這五個人是誰呢 蔡英文 張曉月 陳其邁 蕭美琴 謝志偉 你有沒有發現每一個都升官 對啊 張曉月升官 陳其邁現在是 選舉選出韓國瑜 回去當行政院副院長 機會來了 韓國瑜罷免 他又回去當高雄市市長 對不對 然後蕭美琴 跑去跑來美國當駐美大使 然後現在呼聲很高 他想回去當副總總候選人 OK 我們謝大使謝志偉 那不叫謝大使嗎 本來在東吳教德文的 OK 在民視主持一個政論節目 他現在跑去德國當大使了 然後呢 東PP 西PP的沒事幹 擁護一下蔡英文 罵一罵彭文正 OK 他不敢罵我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兇啊 OK 其實人兇沒有好處你知道嗎 你看到小白兔 你會不會覺得他很可愛 想給他摸一摸拍拍一頭啊 來 所以你最好當小白兔 你不要當江律師 因為我是一隻本喜琴 你知道嗎 會講台灣話的人知道 什麼叫本喜琴吧 眼鏡蛇 他這壞起來的時候 那個脖子就跟那個湯匙一樣嘛 所以台灣話叫做湯匙槍 對不對 你看到本喜琴你會想幹什麼 抓掃把要打嘛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被他咬到會死人嘛 死人嘛對不對 那你如果當本喜琴你就很危險啊 因為你變過街的 過街的毒蛇啊 人人喊打 OK 好 回到這裡 2011年的6月8號 你看他一剛取得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資格 他第一件事情想到什麼 糟糕了 假學位 對 糟糕了 我那個論文怎麼辦 給 我那個論文 那假學位怎麼辦 馬上組成一個五人小組 再拎著個黑包包 裡面放著他搞好的一本論文 要去偷渡了 來 好了他找了Gideon 找了那個David Hill 那個時候是臭名滿天下的那個教授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現在有記錄啊 發現啊 在2011年的時候 英國 那個倫敦大學的總圖 叫做Senate House Library 有人企圖想把一本神秘的論文丟進去 OK 可是呢 後來呢 他們那個論文呢 找不到了 大概有人發現說這個有問題啊 我們最好不要幹這種事 那在這個時候呢 2011年呢 我們就知道說 蔡英文因為選舉的關係 開始在印作他論文的問題了 好 我們現在繼續看 我們來到了2015年 那2015年呢 蔡英文要選總統這個時候呢 你記得嘛 他跟朱立倫也選了台北縣縣長 也輸了嘛 對不對 他把他的戶籍移到那個 中和還永和嗎 大家都知道嘛 他會住那裡嗎 不是為了選台北縣嗎 他移過去了 2015呢 他就變成沒有人跟他競爭的 他是同而競選的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就在2015年的4月15號 民進黨正式公布 蔡英文是我們2016年總統選舉的候選人 好了 2015年4月15號 蔡英文又變成總統候選人了 那他又緊張他的論文啊 那這時候呢 英國的大英圖書館呢 6月24號 OK 6月24號英國的大英圖書館 有人去問啊 哎呀拜託啊 我想看一下這個 這個蔡英文博士的論文啊 那我怎麼找不到啊 然後那個博物館呢 說有這一本嗎 來來來你把資料給我 他就搞個縮影卡 然後呢 底下就說這個書是哪裡的啊 我們大英圖書館跟大英博物館一樣偉大 沒有書怎麼可以啊 所以呢你給我資料 哎這個 哦這是LSE的 那他就去跟LSE要嘛 對不對 結果要的結果是什麼 很簡單嗎 我們已經看了一些資料了嘛 對不對 那大英圖書館的那個館長 館員說啦 我們那個時候設了個 Index卡 我們有索引 但是沒有書 那沒有書怎麼辦 我們就到LSE去要 他們說沒有啊 我們從來沒有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倫敦大學的那個 Sanet House Library也沒有啊 那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大英圖書館沒有辦法 他只好在他的卡片底下寫一個 Missing from University OK 那當然這英文是文法是不對的 你知道我們中國人講話沒有冠詞啊 不是啊 不是沒有冠詞 我們的冠詞很複雜 複雜 一艘船 一隻小鳥對不對 一隻鋼筆 來 然後一片子 但是英國人就是A N 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狀況底下 他們應該是寫 Missing from the University 哪一個大學 可是他們有時候 偷懶就把那個罐子拿掉 所以他那個title是 Missing from University 大學沒有我們就擺在那邊 好了那是2015年的事情喔 然後他們四年內都沒有人再去找 因為沒有人再去問了嘛 然後 然後蔡英文的這個 這個 的幫助手啦 很得意啊 為什麼 他們已經那個 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 這個可能是國安局的 OK 沒關係 讓他去想 那 這個 2015年呢 這個鎖影就解了 Missing from University 然後他們就擺在那邊了 為什麼弄個鎖影呢 因為蔡英文要選舉了 他要讓人知道說 欸 你們一直講我沒有論文啊 那個大英圖書館的鎖影裡面有我的啊 我們證明學位的方法 或許有不一樣 但是學位 都是真的 我的論文 在全世界的主要的 圖書館裡面所藏的 英國的法律論文的鎖影裡面 都有提到 對不對 好了你們記得喔 他這是第一次造假說鎖影有啊 後來呢 我們昨天討論過的 LSE裡面的有個小姐說 我來建議啊 我來建議說 連那個Center House Library也有 對不對 然後另外我們再加一個ProQuest 那叫ProQuest嘛 就全世界的鎖影單位也有 那個都是在2019年 在想出來的點子OK 那昨天在我們那個節目後面 有很多人說 可是人家那個英國LSE啊 說我們的REC上面有博士 有他博士正式給他博士協會啊 然後我們那個鎖影上面有大英的 還有那個那個什麼ProQuest的啦 我昨天已經講過了 那是假的 那個是其中一個小姐 想出來說我這樣子講 你們覺得怎麼樣有沒有 我們就指出來 然後問大家意見 最後他們通過說 好點子啊 你怎麼會想出這個東西啊 這個都是維大文書啊 好 2015年大英圖書館有個Index 然後蔡英文就想說 至少呢我可以安撫大家 如果人家問我論文怎麼樣 我說大英圖書館有啊 是英國把我丟掉了嘛對不對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